大家好 這部影片要來介紹如何利用牧原去製作雙破裂的移速跟混抗鞋子 那這個做出來的鞋子你可以自己用 就是當做你的畢業鞋子 或者是你可以賣給別人 那因為我在前幾天用額外物品做了這個破裂移速跟混抗總共四雙 那一雙龍賣了40滴所以總共賣了160滴 所以說只要跟著配方做 基本上成功機率有70%到80%都沒問題 那最後一樣提醒廣大流亡者做裝窮三代 好動動你的小子就隨便 好那我們就是原理啊 他就是利用跑速跟混抗 他分別是前綴跟後綴 那因為我們是選擇冥底的鞋子 所以說他也有機會出法壓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屍體中的-1 詞綴 去達到說做出來的鞋子只有兩個詞綴 並且是魔法裝備 搭配200%破裂實體 搭配200%破裂實體 他會必定破裂兩次 這樣的話你在做出來的鞋子 你再去用精髓加工就會大幅降低製作成品的難度 可以看得出來 右邊這個啊 他是預設的 他就是 是稀有鞋子 稀有裝備 兩前兩後 那我們就是可以再用簡易詞綴去變成這個魔法底的鞋子 好 那這個擺法我會附載資訊欄 那這個就是我在一開始沒有什麼資金的時候去做的方法 那這個就沒有利用額外物品啊 然後獵跟欄還有種族的加成 這個就只需要去注意說 你塞屍體要記得連在一起 因為如果離屍體太遠的話 他會吃到那個效果 這個左手邊就是他的屍體清單 好 那這個是我在前幾天用額外物品做出來的四雙鞋子的擺法 基本上就是更多 更多混沌然後更多速度 那記得 加50NT一定要有達到指出T1的程度 接下來就是減少生命啊 然後減少能力值那些的 那還要提醒說 因為35%的跑速只有在865等的基底才會出現 所以說我們還會再加兩個加1Label的屍體 去達到必定出865等 好 接下來就是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就是 我做出來的成品 看得出來就是34% Class Resistance 第一個就是混抗 第二個就是移動速度 做出這兩條石的話 你就是可以去做架工了 基底的話會推薦是 Dragon Scale Boots 或者是Slink Boots 這兩雙鞋子會是比較長 可以在賣場上比較容易賣得出去的 而且 因為他們是民底的關係 所以 有機會出現法壓 接下來就是進行加工的步驟 嗯 我是用 COE跑的嘛 那富豪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 如果是 跑速跟混抗是破裂底的話 你就可以用 厭霧或者是折磨去精髓 塞出T1法壓可以看到第二張圖 我是用 呃 折磨 去塞出 他的精髓尺還有T1法壓 接著呢 當你如果是只有一個前綴的時候 你就可以 先上第一階的異能灰燼 再接著 打工藝的ES 就是 用異能EX去憑T1複合生命 或者是T1生命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使用異能無效輪迴 因為 當你 只有先上第一階的異能灰燼的時候 他就是 被 紅網所支配嘛 那你就可以 用異能無效去 只動你的前綴 並不會動到你的後綴 接著 當你出了T1 複合生命之後 你就可以打 工藝生命 接著上 異能詞綴 那因為我是 這個是用折磨精髓 所以說它是 避免感電嘛 那你就是上綴 可以用 也是用避免感電的 再配上 藍王的 避免元素異常 這樣就可以很輕鬆的達到 100%元素異常 就是搭配 風暴龍罩這顆珠寶的話 好 接下來 第二個 情況會出現的 跑速加法壓 這個的話 你可以直接賣基底也是沒關係 因為 我有直接賣這個基底 而且還蠻快就可以賣掉的 這個就是敷好之後呢 用忌妒 因為忌妒的話 會必定出 混抗的精髓刺 接著呢 就是 骰出T1複合生命 或者是T1生命 補滿前綴 接著上 D界異能灰燼 一樣去拚那個 複合生命或者是T1生命 沒有的話 一樣 用無效輪迴 接著呢 你的後綴工藝 就可以打上 補抗 或 火加混 電加混 兵加混 最後上 異能持綴結束 紅王的 4% 行動速度 這條詞也蠻多人想要的 然後 藍王的話 你就看 市場上 有哪幾個 詞綴是特別熱門的 因為 我看 蠻多賣家都是會上 避免元素異常 這樣子 可以 很輕鬆的 達到 呃 100% 免元素 好 那 這個就是我賣掉的 手藝 因為 我就是 只有解到後面 兩雙 可以看到第一雙就是 它 都是 T1 生命 然後 T1 負荷生命 避免 感電 然後供異常生命 這樣就可以賣40滴 第二雙鞋子 是 T1 負荷生命 那一樣 也是 40滴 好 以上就是 利用牧原去做 混抗跟跑速 雙破裂的鞋子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來DC問我 因為畢竟 這季的 牧原的話 收屍體真的是蠻麻煩的 因為當 它屍體 數量 呃 你要秘人 它還不一定會賣你 我就是遇到蠻多種這種情況了 所以說 最好的話就是 呃 前期你沒有資金就是可以一個一個 滿滿手 但後面你就 有資金的話 就是可以利用額外物品去 一次製作多雙的鞋子 好 那就這樣 拜拜